观看新增18人感染新冠病毒 本地占8宗 有6宗是源头不明 是一个月以来最多 包括第一宗变种病毒流入社区 涉及一个3月中抵港的印度男人 完成21日检疫之后去过多个区 留区7日之后再做检测的时候确诊 手中出现在社区的变种病毒患者 是一个29岁印度男人 在迪拜做工程人员 上个月19日抵港 21日检疫期间 住在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 没有离开过酒店的房 期间多次检测都是阴性 今个月9日离开酒店之后 转到朋友位于 佐敦伯家市大厦站住 他之后在多区游览 在完成检疫当日 去到重庆大厦A座地下的印度餐厅吃饭 由先后去过尼敦道 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 又和朋友去过长洲玩 并且行到海鲜菜馆吃饭 他一直没有病征 直到要回迪拜 星期四去到油麻地检测中心检测 先确诊感染变种病毒 并且病毒量挺高 病人究竟的源头在哪里 除了我们会不会是他在杜拜已经惹了 不过做了很多次测试 回家刚好这次才测试到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来到香港之后才惹 例如他在机场去到酒店之间在酒店的检疫时间 会不会有些什么中间有些脱漏 另外就是他可能住在白家士大厦那段时间在社区感染 为了防止变种病毒继续在社区扩散 当局星期五晚维峰百家士大厦 早上去到华美达华丽酒店视察 暂时未发现异常 病者曾经住过的房间 和他附近的那些相连接的房间 在那个空调上空气各方面 无论是那个流向或者那个出废气的位置 就未见到有异常 但是包括了渠管那里都未见到有异常 计划中我们除了尖沙咀那间 就所有华美达旗下的几间 我们都会尽快去完成这个现场的视察 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因素 当局解释另一间指定检疫酒店 不过华美达盛景酒店 早前有三个住客确诊 他们的基因排序相似 怀疑互相感染 当时住的两间酒店房是相对 但是检疫期从来没有开过房门 要调查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个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